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会一组单人平衡练习。 在练习之前,请让您的医生检查一下您的身体状况。 这个练习的目的在于加强您运动时身体的协调性, 从而保持更好的稳定性,防止摔倒。 练习的时候,您需要在地上沾一根长约四米的胶带。 这个练习分为两个步骤完成。 首先摆好正确姿势,然后走直线。 步骤一,摆好正确姿势。 首先,请在胶带的一端站好。 步骤二,走直线。 根据您自己的节奏沿着直线行走。 您的目的在于要走得不偏不倚,每一步都踩在直线上。 您可以向两侧张开双手,增加平衡。 请沿着直线来回走一遍。 一旦您动作熟练了,您可以适当增加难度。 比如在走直线的时候手里捧一杯水, 或者遮住一只眼睛。 或者您可以倒着走。 走的时候,一只脚的脚尖紧贴着另一只脚的脚后跟。 这个练习能够锻炼身体肌肉,增加灵活性。 这样能够改善您的身姿,加强身体稳定性。 现在您就学会这个练习了。 练习能够锻炼身体肌肉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